中国人的这个规则与管束 你知道吗 英国有一个女的好像是社会学家 叫什么凯特·夫斯特 她曾经她做一个实验 咱们当然这个咱们我国是非常伟大的 我没有贬损的意思 就是她就说这个排队 她想体验一下 就是说因为她做社会学的研究 就是说我要插队 我会有什么感觉 我自己是什么感觉 别人是什么感觉 她在英国和中国做这个实验 但是她的结论非常有意思 结果是什么 她要做这个实验 她在英国在伦敦 她就没做出这个事 她说尽管我说我要做这个实验 她说不可能 她就说英国伦敦人 对这种排队的那种强大的心理压力 使得她临到辽 她退缩了 她迈不出插队的那一步 但是她相比之下 她在中国某个地方 个别地方 咱得承认 某些中国人确实没有排队的喜好 对吧 这个得承认 她就发现了 她能插队 就是她敢插队 至少她敢 你的前提是她能找到那有个队是吗 大部分情况我觉得老外 我听到的抱怨是在中国 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队 然后我听到有老外在中国去旅行 就很开心坐高铁 说那个排队说 这永远也上不去 因为她Lady First 都让人家先上去 她说我永远也上不去 她最厉害是80岁的那个老太太 说用胳膊肘 能把他们都挤出去 对 后来她也学会了 对她们也学会了 因为我去不同地方坐高铁买票 也遭遇很多这种插队的情况 后来发现还有进步了 怎么说呢 进步在哪里呢 我最近去了 我忘记哪个城市 去买高铁票 我本来很担心被插队 很好 她前面弄了一个卡 一个转盆 根本你进不了的 每次到那边要转盆 几人转进去 一个人 一个人去排队 我就在那边进不了 然后买完出来 大家完全解决了插队的问题 所以当你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很简单嘛 真的有方法让你没办法插队 你不是不想为恶 你没办法为恶 就是嘉辉讲的比较务实 我觉得这个最近几年老说中国人这个事啊 他但是事先要说明几点 就是一个呢 这种东西肯定是跟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系 对吧 就是说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 他不能着急 再有一个呢 确实看到进步 要不然呢 某些极个别的行为 你就不会看到这个网上这种万炮其轰 那就说明公道还是在人心的 就是说你不能认为某几个中国人 或者几个游客怎么样 就都这样 这话都说得简直 但是呢 我就是想你们想高铁就有个极个别了 你看那个前一阵不是有一个安徽 有个妇女 你说那个妇女 你说她没文化吗 后来有人说她是一个学校的 还是一个什么副主任呢 然后呢 她呢 为了让她老公上高铁 她跟她孩子先上了 但是高铁马上就要发车 于是呢 她用身体挡着车门 说等我老公上来 我老公在检票口被拦着呢 等我老公上来 最后就是把她往外拖 把她往外拖呢 她这个铁掌水上比较轻功 啪两腿卡住了 你知道 然后呢 后来人家说 今天中国的这个铁路警察 其实执法就过于温柔 也不敢 怕真把她加坏了 赶快又把她弄回来 最后这事不是 你知道就前一阵吗 闹得就说所有人都骂她 有时候我就发现 就是在街上啊 我的一个观察 就中国的父母跟孩子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脏别碰 比如小孩子要碰 那个扶手啊 强脏别碰 什么 就是中国人好像你发现 他家里有一套规矩的 家里面可能长幼有序 干干净净 一出去那个世界 对他来说是混乱的 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那个规则 是要你自己去摸 因为我们其实讲 规则规矩 我自己想 是不是其实还有点两个意思 规矩跟传统有一些关系 好像是我们一直 大家传下来的 中国人对于这种传统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尊师啊 或者朋友之间的礼仪啊 到这些东西 不管他做不做 他心里面是尊敬这个东西 他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 而规则呢 是一出去社会上的一些约定 就咱们说好了啊 咱都不能那个随地涂炭 咱都不能插队 为了是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运转 但对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太有公识的 所以他有一个家里和家外的 这么一个分别 而且还牵涉一个事情就是 你离开家之后 你是对着陌生人 我觉得那个情况就更麻烦 就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就是 他对着不只是家人 对着认识的人 或者对着社交场合上 要有公务接下关系 他可以很多规矩礼貌都守得很好 但是一回头在街上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他会变成另一个人 就我们不太懂得怎么跟陌生人共处 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其实中国人是真的 我记得很多年成龙讲过一句话 不是也遭到很多的议论吗 他说中国人就是要好好管的 我觉得他其实不完全说错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不常去缅甸残修吗 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情况很特别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 乌尔有些中国的 遇到一些中国的游客 也来参加残修营的话 那些中国游客来残修营呢 你就很容易分辨了出来 他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的人呢就是在国内 他已经参加过一些的 这种佛教的残修营有体验 他来了之后他很融入 马上进入状态懂规矩 规矩很简单嘛 无非就是比如说 我们去的那个道场三点半起床 然后呢过午不时 然后整段期间不准说话 不准开手机 然后不准做任何残修之外无关的事 不准看闲书怎么样 跟着时间走 那凡是在国内有经验的人来到 他自动上轨 没问题 但是凡是那些第一次来的人 我们那边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 入营的时候写的规章 写得很清楚 你要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没人管的 请注意啊 这个前提是没人管 没人到时候会三点半把你叫起床 然后四点半吹你怎么还不下来 然后看你用手机说 不准用手机 没人说这话的 没人理的 结果一旦是没人理 而第一次来的人 他就算看到了那个规则 但是他第二三天之后 几乎天天都在发朋友圈 我在残修有什么体验 偷拍闻道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在国内的这些佛教道场 残修营 是有人管的 他是得有人起来说 三点半了 大家起床了 对 然后大家要下来怎么样了 要宣布要怎么样 要有人来看 一旦没人看 那就不行了 所以呢我就注意到 这个是我们国人 我常见的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时候得有人管 所以你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 很混乱 排队 大家不好排队的时候 或者一个地方特别脏乱 有时候你听到旁边 这这么脏这么乱 也没人管一管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口头禅 你说这个管 是不能自得管自己 对 我想这个管 这个大概就有20年前了 你想那当时是个什么状况 我听一个歌唱家跟我讲 就是说他那个下乡演出的时候 那下乡演出都是在那种露天的 那种演出的那个舞台嘛 底下的那个乡民们不都在那吗 那大家肯定 后来他发现的那个维持秩序的保安 非常有意思 他说你得想象到 他说那个保安哪 一人一个帐二尺长的大肠肝子 说拿那肝子干什么 他说我你银行高歌 后排的那个 哇 站起一大片 他听那句 那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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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平了 没有管有不同的方法 我最近常想那个 往正面去想 是什么样的动力 到底是管 如何透过管 让大家学习会自发呢 怎么说呢 我最近去北京 去了两三次 然后发现那个禁烟禁得蛮好的 是 比方说去吃了酸羊肉 其实对我来说是酸羊肉 最过瘾是一边吃 一边喝酒 一边抽烟 现在没人抽烟 好多店 没有人抽烟 真的自动自觉 跑到外面 我都不敢相信 那我就好奇说 那个动力在哪 是不是总是一开始就管 我问他们 领我去酒吧 大家都自动自觉 跑到外面抽烟 是不是当初是因为 好 重罚 然后真的去罚 真的去抓 然后呢 大家就懂得学习 然后呢 我在北京 有一次我违规了 说起来丢脸了 可是那个感觉很好 怎么说呢 我在北京机场出去 然后等车还是 烟影发了 想找抽烟区 那个时候天很暗 没看到 我就不管了 我就很丢脸 拿着那个准备 先抽两口 就抽 不是准备 真的抽两口 点起来 然后有一个先生 扫烟地的过来 很温柔的跟我说 很有礼貌的跟我说 先生 那边有抽烟区 可以到那边 罚款失败 我就觉得丢脸了 因为他不 假如我在想 假如他很凶的对我 过去那边 我觉得我下回 我还是抽的 温柔给了你尊严 对 让你知道羞耻了 我被尊重 我就懂得尊重别人 那我一看 那边果然一个抽烟区 大家 大叔 大妈 大哥 大姐 都在那边抽烟 我就低下头 我跟人家扫地了 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丢脸 然后要走过去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第一个规矩 这个守规矩 是一种学习的行为 学习的基础是什么呢 尊重 你被尊重 你才懂得尊重别人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 这个相互学习 这个特别对 我那就没有那么温柔 你刚刚说那些店 什么在里面抽烟 我去年还是前年 我有次我回上海 一个火锅店 我就抱着小孩去了 我小孩那时候 才几个月 然后里面的人 全部在抽烟 然后我就跑出去 我说 他们坐在这 墙上写的禁止吸烟 我说我有时候 做妈妈都很凶的 我跑过去 我说 墙上写的禁止吸烟呢 我说 我有带小孩来 你们不要抽了行不行 你知道他们问我什么 小孩在哪呢 觉得我 觉得我骗他 在那里 看见了 就镜子烟 没有没有 看见了 他们就都掐了 结果我是一桌一桌 我去说 结果大家全放下了 就是相互 真的 相互监督 后来我就想到 其实真的 你看 就 你刚刚说 好像在中国 大家需要有人管 好多地方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 慢慢也越来越挺好的了 但我还是举一个 像在英国 还有在瑞士那些国家 他们特别逗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发现 比如像在瑞士 他们连国歌都 没有人会唱的 唱不齐的 但他们的爱国 就是相互监督 大家要维护一种秩序 有种说不清的秩序 他们的人 自己就会觉得 我们怎么那么烦 我们知道的人 每个人都是警察 我干点什么事 都被人看 有一次我在那 停一个车 等我出来 上面切了个条 说谁教你的这个停车 就有一点就没停好 那不就整个瑞士 都是我们朝阳区吗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说他去一个商店 他去买了个东西 反正也是停车 没有停好 说是谁把他的 好像他的车被人蹭了 反正我碰到一个人 就回来说 他车被人蹭了 他也不知道谁蹭的 后来呢 他就有人 陌生人 给他打电话说 我从我们家窗户 看见了 是谁谁谁的车 蹭了你的车 多少 就是多轮拍号码 他都知道 就是他们这种相互举报 其实是非常厉害 就不自在 这个就不自在 有规则就不自在 道德嘛 人家说了 这个规则是要求所有人的 但是道德呢 最好是自律的 对吧 是要求自己的 所以我就说呢 我说别人 我家辉的精神很好 我也应该学习 就是说我自己做的最不好 对吧 我首先要检讨 我前不久也是被酒店罚了款 就是这个抽烟 你知道吗 就是这里边就很反映 我这个中国人的某种心态 是人家对方接待单位 特别热情 你知道吧 我呢 当然是懂得不能抽烟 但是我在登记的时候 我问了一下 我说呢 你们这里啊 有没有那种那个雪茄疤呀 或者就能抽烟的那种 房间酒店里 他说现在我们这都不行了 整个全部的楼都不能抽 在北京吗 好 那不能说那个城市 然后我就说好吧 那就不抽了吧 其实也就没有这个瘾了 不没想抽 但是呢 接待单位的这个人太热情了 跟我说 诶 邓老师 我给你订的那个房间 我看过了 那个烟雾表情器是坏的 表情坏 你可以抽 你看 当然我不能怪他 就确实我受到诱导 本来我没打算抽 他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要不抽抽 对不起 对不起 结果被人家 跟他打扫卫生的 闻着味了 重罚 这下我就知道 你就说你看 很多时候 咱们这个某些国人之间 是不是有这种 一方面呢 觉得这个规则啊 是可以躲的 对吧 另一方面呢 也是 他是为了你好啊 让你 让你怎么着 特别舒服 他就不愿意让你 生怕招待你有点 让你不舒适的地方 就界线很难捉摸 闻到我们在香港 生活久 也知道 香港有时候 另外一个极端 对吧 各种的规则 那当然对啊 然后他执行的规则也对啊 有时候你就觉得 那个界线怪怪的 很不舒服 像最近香港就有个事情 我在我的社交平台 很少转那些社会新闻 最近忍不住转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草根啊 好像平常是清洁员工 而且眼睛是不好的 有半虚名状态 反正视力不好 然后他在香港某一个 连锁的那种药品店商店 好像不小心拿了一些 那种是叫 那个印花 印花 就一个商店呢 它是你买了东西 送一些印花 你收集了那些印花之后呢 集齐了多少张呢 能够换存一个 在那个商店购物的 多少块钱 然后他清洁工 然后他不小心拿回家了 晚上他拿回家 他发现了 第二天元素归还 第二天早上元素归还 结果呢 那个商店的经理呢 逻辑很清楚啊 真的法治嘛 按规矩嘛 第一个 你是拿了东西吗 去偷了嘛 第二个偷了多少钱 那个印花 假如都来换礼品的话 总共好像三万港币 所以那么贵的价格的东西 我当然要报警了 就报警抓了 你要警察也来没办法 你不报警我就算了 你报警我就办啊 我不能吃案啊 就把那个七十多岁 失明的 半失明的 不小心拿了 所以我们都现在在抵制那家店 然后送回去的人 把他拿去告 你知道吗 那香港就经常有类似的新闻 这个规则有点太过头 就是说 我觉得规则是什么呢 就更重要就是 因为它是一套 让我们在跟陌生 我们不可避免要跟陌生人打交道 在现代社会这么复杂 那么你跟陌生人相处的时候 规则刚才我们讲 怎么样逐渐学懂内化它 其实里面包含的另一面是什么 就学懂约束自己 学懂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 规则不是为了你存在 规则是为了其他人的存在 而出现的 那这里面呢 就说到我们常讲 如果我们过去认为 中国人不太容易守规则 有时候是因为 今天不讲以前古代 就从这讲现代中文 有时候让我感觉到 不太有部分人 不太容易意识到 其他人在世界上也活着 这个简单的事实 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什么呢 你比如我 我老是觉得就是 这个想起我们当年那个电台 有个女主持人 他家里呢 这个在农村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 二十多年前了 然后呢 他农村里的父亲呢 知道我们在电台 在广东电台嘛 来找他 他跟我是同事 说他女儿在哪 我说那个他不在 我一直记得他父亲说 那你在那喇叭里给喊喊 他以为广播电台 但是你给喊喊 他你知道吗 他想到的是 那个时候有些农村啊 你知道吗 他有那个大喇叭 对 树大槐树上有个大喇叭 有什么事啊 你给喊喊 我这就广 闻他为家吃饭 像全广东人民 广东人民喊喊 对吧 所以你就说 知不知道有他人这件事 我见到的有些人 包括今天有些富起来的人 那真叫庞若无人 那是很高的一种表演状态 就是他不知道有别人 前一阵有一个著名的画家 跟我讲 我觉得他说 哎呀 我的两个朋友真有意思 他说那个 他们都很有钱了 发财了 然后呢 想投资艺术品 有钱了 想买艺术品 就跟着我呀 这个玩了这么几个月 他说搞得我好尴尬 他说比如说 我带他们说 去纽约 到一个著名的收藏家的这个家里 让人家把人家珍藏的那个家里的珍藏 拿出来看 他说这俩哥们 从进人家家门 到是穿着西装 进人家门 一人拿着这个5D Mark II这么大个的那个大相机 就拿着 进来 人老外颤颤巍巍的把人家一拿出来 两人二话不说 总比拿个手机 一吐猛照 然后后来说第二天 这个去那个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吧 去大都会博物馆呢 有一个文物的那么一个讲座 在其中的一个厅 开始他们参观 后来呢 就走丢了 走丢了呢 就和画家这一行人呢 就去到那个讲座厅里去了 然后这俩哥们呢 还是背这个5D Mark II 一下 转到一个正在讲座的这个报告厅 就好比文道正在讲座 大家这个鸦雀无声在尽 一进门 你们怎么到这来了 你们在这干什么了 你们在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情况 你们在干什么 我再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在国外机场 候机怎么样 你就会看到 比如说 当然我们今天的中国游客 首先要讲 其实跟以前是很不一样 就大家印象中 中国游客 有很多很负面的形容词 在国际上 但其实我今天遇到 绝大部分中国游客 其实非常优秀 对 我必须负责任的 我跟你感觉一样 我现在在国外 那是少数 其实真的不能认为 大多数中国人 我觉得 因为其实今天中国爱面子 我们以前老讲这个 中国人因为太爱面子 所以现在其实比以前 反而更讲究了 而且我觉得正是这几年 所以为什么 就是这几年 为什么有时候 公众讨论有好处 你别觉得是接你窗巴 你发现没有 大家说说 大家骂一骂 你明显感觉到 大家都有点注意 自己的行为了 但是就偶尔 我还会遇到一个什么情况 比如说我最近一次 在一个国外机场 候机的时候 那是一个深夜的航班 一两点才飞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中国来的 那就当然也有很多中国客人 就只有一个中国客人 那个看起来应该是个 有钱的中年太太 我怎么知道她有钱呢 就是她的行头 你知道一个人穿的名牌 名牌都在说话的 这个名牌 这个 秋吉尔在说话 名牌说话 是她用招牌说话 她无论是H也好 是L也好 是G也好 还是C也好 那个logo越大 她的音量越大 她在对全候机室的人 在广播 就是我是谁 我是谁 她的全身上下 都是那些牌子 但是呢 比她这些牌子的音量 更大的呢 是她的手机的音量 因为她在用视像通话 然后半夜夜两点 全部人都昏昏欲睡 她拿着个手机 隔得很远 怎么样 你看到我了吧 你瞧瞧 你瞧瞧 然后全 全 全 整个候机室 一下子 然后所有老外都懵了 这怎么回事 以为是要爆火警了 还是怎么样 就完全没意识到 其他人的存在 就是 但这个 这就跟规则无关 这因为从来 没有一个规则 如果候机室 很明确说 进去之后 请关掉手机 不要用视像通话 他也许会听 如果有人来督导 他更加会听 但是如果从来没有 把这个规则写清楚过 这种不言自明的 这其实是这种 公共场合的潜规则 因为 他就很难掌握 我有一个电视公司 老板的朋友 上次给我学的 把我笑坏了 说是他做这个头等舱 旁边来了这么一位 后来分析 应该是头一次做 反正往那一做 你就听到 就直接视像通话就来了 我那个到北京 我跟那个冯小刚约了吃饭 那个什么 你们这个什么 说了这么一通 然后坐那儿就开始 就顾盼自雄 左右 然后主要是旁边有个 你记得那个座位旁边 有个阅读灯吗 看看最后没人 拿过来 来杯橙汁 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 你就比如说 刚才义军讲的 他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有些人不爱守规则 比如说 在中国是过红利灯 后来我发现问题 得辩证的看 跟规则的制定 有没有关系 你比如那次 人们就说 说中国人凑齐一小撮就敞红灯 他说 但是在很多路段 你有没有考虑到 在很多路段 车机动车走 能长达几分钟 行人走 只有十几秒 给行人的绿灯 就是十几秒 我发现 其实今天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 就社会 就社会规则方面 这种行为秩序方面 其实每个个体 都是在进步 规则的制定 也是有进步的 其实在上海线 就是有那个 规定了行人的那个路权 就你车子 如果看到人 一定是先让的 但是我就发现 就是家伟刚才说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是他发现 其实中国人 常常我们是在抱怨 就是你规则本身 你不合理吗 我为什么要遵守 这个事情 其实除了一般 我们讲的 社会上的这种 这个秩序以外 我们心底里 我们的哲学 我们的初始哲学 经常就是这样 就说 其实如果我真的 按照你这个规则做 其实好像好傻呀 是不是 如果我不遵守 我超过去 有什么办法 好像我能把这件事情 给办成了 是不是我们内心 有一种超越 你讲到这个文化基因 这个确实就说起来 就有得了了 就是说 你看过去 咱们听过一种理论 比如说西方人 要叫我说 就觉得有些时候 守规则到了轴 咱就觉得太轴了 是吧 不知变通 但是他们讲 比如西方这种契约精神 源于跟他的信仰很有关系 比如说是基督教 他是好像这个契约 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立约 所以他脑子里 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你就咱立人跟上帝所立的约 这个本身就有神圣性 它是不容你利用的 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 是这个文化基因 或者说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说在西方 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 他们各个都是圣徒 我不这样认为 其实我最近看了一个 我觉得是个史料 但是像个段子一样 他说那个亨利八世 他是在英国 就是英格兰国王 权力达到最巅峰 因为他自己 他娶了个老婆以后 要娶这个王后的这个侍女 要把那个王后先修掉 他以前不能离婚 他是那个第一个 那个Catherine的时候 那个西班牙人 对 然后他就跟那个教会 把那个教会的权力 就也拿过来 政教合一 他很大权力了 好了 娶了那个侍女以后 侍女过几年 他也不喜欢了 要娶这个侍女的侍女 要把他的第二个老婆 也要杀头 那他要找个罪名 他就说他这个通奸 那好了 那你 他当时已经是国王 权力很大 他也不能说 我说你通奸你就通奸 我得召开这个听证会 六十多个贵族法官坐在那里 然后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说出来 跟什么人在一起 这个男的长什么样子 包括什么尺寸 说的什么话 各种所有细节 包括国王本人的身体特征 什么全都要说出来 这个法庭最后是判了 那个安妮柏林 他那个王后的斩首 但是他得走这个程序 他所有的程序他都得走 就让他自己很丢人 他说当场有一个贵族就问了 说这个我们干嘛 还要走这样一个程序呢 那个法官就说 这里是英格兰 但是你看啊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我看过有一次有人说 说这个田济赛马的故事 中国古代 田济赛马的故事 说现在还有没有在小学课本 当然这哥们说的 也有点是不是太极端了 他说这样的东西 不能再出现在 不能再这么教育孩子了 他说田济赛马 这是中国人当成一个智慧 其实要照我说呢 我后来仔细辨析了一下 在史记司马迁的记载当中 就说这个孙斌呢 跟这个田济出主意 你不是赛马老叔吗 你跟这个齐王赛马老叔吗 那么这个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啊 描述就说 他就看到这个他们赛马呀 马都分成这个上中下三等 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到这个规则 然后呢 孙斌就说 我有一招能让你赢 你下重柱 你下重柱 绝对能赢 你就拿你的上马去比他的下马 你输了一阵吗 然后呢 你再拿你的中马比他的下马什么的 反正最后就是三战两胜 三战两胜 你赢了 所以后来有的人他就是说 这个给 你要是这么老教孩子 他是不是会培养起 这个规则呀 是可以利用的 这个规则呀 是可以绕行的 没有啊 你刚说的是他没规则啊 他没有 他有这个规定 但那个马没有身份认证 马没有检查 你是什么马 那我可能没有 有漏洞 就根据 他不是规则 他是默契 他说他没说明什么叫 一定要上马对上马 有啊 我就说这个地方 我做了考古啊 司马迁的史记里 我认为这点没说清楚 没说啊 只是说他们的马呀 分成上中下三等 要默契 但是呢 在民间故事当中 是这么说的 民间流传的民间故事说 本来呢 是上等跟上等比 中等跟中等比 那么你要是这样的话 规则就是明确的 而孙变出的主意 要按照民间传说的 这个说法讲 无异于犯规嘛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他还不一定是什么文化基因 就当然文化基因不是不重要 但有时候要改变一些 我们觉得不令人满意的状况 可能是需要提供一些社会的支持 或者资源的调配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 你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愿意 遵守过马路 要走一定的安全道的路的一个规则呢 很简单嘛 你增加行人的方便 你如果整条马路长达 比如说五公里的路面 没有一个斑马线 没有一个实质 没有一个红绿灯的话 那人人都穿越马路了 对不对 那同样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地方 你觉得怎么垃圾那么多 通常你仔细看 只是因为那个地方垃圾桶不够 你给足了垃圾桶 它就不会那么乱扔了 那你在透过很多的社会的 现成的制度的改变 能够改变很多东西